卡飙真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我们近几期拍视频的背景有点不太一样了 没错就在前段时间 我们就布置了一个专门拍摄视频的工作室 今天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么样用相对不麻烦的方式 在工作室里面布置一个咖啡吧台 首先我们在找工作室之前 我们就先列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 我们需要有咖啡的吧台 手冲的吧台 展示柜 厨房 办公的区域 以及休息区 需求列出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找地方 大概找了有一个月 终于找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空间 它不能走上下水 以及商用的电 所以我们就决定采用移动式的吧台 来方便制作咖啡以及饮料的同时 还能够兼顾我们后期的一些拍摄 我们做了一个前吧台以及后吧台 前后吧台的功能不一样 前吧台主要是做一些咖啡饮品的一些拍摄 以及给一些咖啡店的品牌 或者是茶饮的品牌 做一些他们的饮料的菜单的研发 所以我们就定做了三个金属的小推车 把三个小推车拼在一起 然后还没有装轮子 因为今天没拿板手 要拿了板手之后 这个轮子咱就装了 就带上轮子之后呢 整个高度是85公分 就非常方便操作 中间层呢 有可以拆卸的金属隔板 摆放一些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器具杯子 这样以来呢 既能满足方便操作的同时 又起到了展示的作用 那前吧台的桌面呢 我们用了一个三公分厚度的红橡木 加了一层合纹不锈钢的表面 因为前吧台呢 做饮料比较多 而且呢有很多食材 所以说呢 用不锈钢 它既防水又方便清洁 那同时呢 这种乱纹的不锈钢 它拍摄起来 也不会有强烈的反光感 看起来的质感就非常好 而且呢 搭配下边的金属车就很大 那后八台呢 我们就要放一式的咖啡机 磨豆机 和一些咖啡设备类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能用380伏的商用点 所以呢 我们就选用了一台可以用家用220伏的单头咖啡机 我们把墙上的10安的插孔改成了16安的插孔 那咖啡机呢 直接插上就可以用 后八台呢 因为我们只做咖啡 所以呢 我们就只用了红橡木的桌面 没有做不锈钢的表面 主要是没钱了 这个合纹的不锈钢啊 是真地贵 那另外呢 后八台它不需要太多的气局以及展示 所以说呢 我们就买了12个陆营的箱子 把它们叠在一起 那上面呢 直接铺上我们的木板 那就变成一个吧台了 那箱子中间呢 还能放一些东西 就比如我们咖啡机的这个木箱子 放在中间 我觉得还挺和谐的 那接下来呢 我最主要跟大家聊聊 我选的这个咖啡机和磨豆机 因为它是我们整个吧台的一个核心 话不多说 直接看开箱视频 今天把它这个开一下箱 一台是这个compact的PK100 之前你们应该有在我视频里面 见到过它露面的 先把配件拿出来 然后这个很重 这边还有一个接粉罐 这个接粉罐是直接卡在中间 小的配件 小刷子 哇 全新的呢 那必须得 这是上边的 这磨豆机多少钱 这个两万多块钱 两万多啊 对啊 上面的是直接拧住 卡住就OK了 这个咖啡机 期待一下 哦 复总绿啊 127 我靠我觉得重量都在我这边 你这个 是什么 你怪不得 我在门里没用上蜜啊 绿水盘 这是配件 把手 盲瓦 单份的 双份的 然后把水箱放里边 我盖上盖子 把这个水管插进来之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陶瓷盖子 前边的陶瓷的盖子 然后上边放杯子就可以了 开机下边有个按钮 然后直接打开就OK了 然后它屏幕灯亮了就OK了 现在是9分05秒 它加热到了93度 外边的这个冲煮头 它已经是可以做espresso了 因为它是已经热了 再等它里边还有一个蒸汽锅炉 蒸汽锅炉加热完了之后 它就可以 大发奶泡了 因为它是两个独立的锅炉在工作 看这个带个咖啡的 它这个是93 然后这个带个蒸汽的 现在是90度 那蒸汽温度通常要到 120到125之间 它的蒸汽的大小才能到 1到1.5个瓣之间 超过了100度之后 它这个指针才会慢慢的上来 现在蒸汽的温度是103度 那它这个指针就会慢慢的往上升 110度 现在是大概0.5个瓣 那现在0.5个瓣的时候呢 它的蒸汽其实还是不行的 它是比较多水分的 比较湿而且很小 我现在打开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比较小的这种状态 现在是15分钟的时候 然后呢 它的蒸汽已经到了1.1个瓣 那就是已经是正常了 蒸汽的温度是122度 刚刚好15分钟 它的热水和蒸汽呢 虽然说它是一个拨杆 但是它这个拨杆是连到了一个电磁开关的 它卡到电磁开关上 它的蒸汽就会全开 所以说你看就是我们开了之后 它不是循序渐进的那种 从小到大那种感觉 它是一下子就全开了 所以说蒸汽很足 包括热水也是 就是它虽然说它也是手动的这种拨杆 但是它里边也是通过电磁的开关来控制的 大家可以听它有声音的 它有哒一下声音 大家不要问这个管子热不热 因为它是防烫的 所以说就算开了热水或者是开了蒸汽 它这个管子它也不会很烫 它是温温的那种感觉 它相比那种普通的蒸汽管 你看它粗了很多 所以说它是这种防烫的 现在我们萃一下试试看 然后这边是萃取的压力 再九个半 感觉还不错 缩一颗 挺平衡的 做个美食吧 首先这个地方我不能接商用的点 所以说我就选择单头的咖啡机 另外单头咖啡机它加着比较快一些 基本上就能满足我 我开了机之后 10分钟以内就能做一杯 那个Espresso 我想要一台磨豆机 它既能满足我磨意识 但是又要满足我磨单品 所以说我才选用这个Compact PK-100 它这个是刚好能够卡到手柄上的 那当然磨意识的话 你更方便的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把它放进来 它里边你看两边是有这个弹簧的 嗯 这个nice 等下可以喝一喝 妙儿哥做的开心果灯 ok 今天最主要是介绍了我们的整个吧台的区域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区域 就比如手中咖啡的区域 厨房的区域 以及露台的区域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Q波期待 我们会找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别的区域是怎么样来布置的 观众们牛小卡 我们会持续的带来有意思的 有价值的视频给到大家 Coffic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